1793年英国的马盖尔尼访问了大清 当时在中国这边是乾隆皇帝统治的默契 在英国那边已经经历了工业革命 马盖尔尼访问大清的时候 他带来了当时英国最先进的一些工业的机械 他希望展示给大清的统治者看 希望这些工业机械能够引起大清的兴趣 进而打开大清和英国的通商的过程 乾隆皇帝看到了这些机器之后 他一方面也知道这些机器非常的先进 很多地方可以代替人力完成非常好的任务 可是另外一方面他转念一想 这些机器将会带来什么影响呢 做农活人都不要干了都闲下来了 都让机器去干了就会生事就要出事 就会危害原来大清的那个社会秩序 这是乾隆皇帝所担忧的 所以他拒绝了这些机器 拒绝了中英通商 也就拒绝了一次大清在当时融入世界工业化之后 整个体系的一次机会 这就是乾隆皇帝对技术的理解 他是很清楚的知道 技术是可以跟思想发生挂钩 技术的变革是会发生思想和观念的改变的 50年后大清的统治者变成了慈禧太后 慈禧太后他也在面临着大清帝国和西方技术之间的冲击矛盾 可是慈禧太后的理解就和乾隆皇帝不一样 慈禧太后非常顽固的认为技术可以和思想观念完全分开 我们只需要使用他们的技术 我们不使用他们的思想和观念 他们的技术可以帮助我们为我所用 而他们的思想和观念也不会影响我们的社会秩序 也就有了后来的洋务运动 还有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这八个字 那我们也知道结局就是洋务运动失败了 我们不可能只采用他们先进的技术 而不采用他们的思想和观念 不变革社会结构 就能够把国家富强起来 这是不可能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 慈禧对技术的理解还不如乾隆 因为乾隆至少知道科学和技术的变革会导致社会观念的变革 而慈禧则顽固的相信 我们一定有办法只变革技术 不变革思想和观念 时至今日 还是有很多人持这种看法 网上有所谓的工业党 说某个国家有完整的工业门类 他一定可以制造出 其他国家都制造不出来的东西 或者把一大群人封闭在一起 大量的投入 他就一定可以搞创新 发展出最新的科技 这可能吗 我们知道技术 它根植于人脑 而我们的科学发现 我们的技术发明 很大程度上 并不是必然的 它是有它的偶然性的 这需要有些人灵感一线 他才能想到一个好的点子 最后发明一个新的技术 而不是说 我只要做了同样的动作 就一定能够得出 那个技术 产生这样的一个结果 科学和技术的发展 更新 跟我们的思想观念 和社会生活方式 是分不开的 科学和技术的更新 离不开人的思想 人的思想 又离不开 它的观念 它的生活方式 只有先进的思想 先进的观念 先进的生活方式 才会导致先进的思维方式 才能让这个人 能够想出先进的科学 和发明先进的技术 这些事情都是一脉相承的 而先进的科学 和先进的技术 它也是先进的思想 观念的一种凝结和体现 它们两者是密不可分的 绝对不可能 只用技术 不用思想 或者说我没有思想 只有技术 也能生产出先进的东西 在这个世界 越来越不可能 工业革命之前不可能 工业革命之后不可能 当代在信息时代 更加不可能